再来讲一个自增和自解 自增和自解 OK啊 那么自增和自解 咱们之前有没有学过啊 是不是也有啊 OK啊 那咱们这个自增叫incred和incred bar 那这两样有什么区别呢 这个东西呢就每次只加1 这固定了 那这个呢incred bar呢 这个地方可以加补偿 别人说我刷新一次 我想加3 那这时候干嘛呀 这个地方就可以写3 也可以写负3 那就是什么意思啊 就每次加负3 那是不是就说白了 就是检查嘛 OK 咱们要知道啊 Mamk是不支持负数的 所以说我当时跟大家说了两个 明白了吗 哦 他是支持负数的 所以说decrement 咱们就可以不用去记了 为什么 因为你只要记住一个 他是不是支持负数啊 而且这四个当中 你只需要记住哪一个 记住一个incred bar 是不是就可以了 这东西你都不用去记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东西什么 我这只要incred bar 然后写个负1 他是不是就跟他一模一样了 是不是跟他一模一样了 明白啊 说说你看 你记东西是不是好记得很 你这记一个是不是得了 接下来我们来试一下 啊 我们这时候来写一下 incred啊 我们来一个click 那这时候回车一下 那这时候回车一下 是不是一样 再回车 再回车一下 二 三 四 五 六 get 解 大家有没有发现 他的优点是什么 他是不是和我们的 mame cache不一样 mame cache是不是必须要新 set 或者add 添加这个case 你才能incred 这东西你发现 我有没有印什么写什么东西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来 我们可以什么 叫直接用 直接用啊 key干嘛呀 会自动干嘛 创建 明白啊 不需要什么set的 不需要干嘛 先什么 先set 明白啊 你key有了 我们add是不是有啊 可以吧 当然你要搞一个什么 add add 不要搞 给我给个 a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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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就要因果什么的 是不是就可以给你出问题了 明白吧 你add add 好歹是个整整形吧 我昨天早上整形 不是走穿吗 那是因为他内型是走穿 你你设置的时候 是不是设置个速度进去啊 明白 你千万不要给我个妈 想着什么 想当然 好吧 那这时候我们还是以谁 以click来吧 这时候是不是到六了 我觉得六干嘛呀 太多了 你去时候干嘛呀 剪 剪 剪 是不是就可以啊 那这时候我发现干嘛 剪的太猛了 这时候干嘛呀 我也想加了 这时候干嘛呀 increment 什么 8 然后呢 你看啊 你知道也写完了以后 我这个地方写几呢 写十 一次性给你加到位 是不是加十个啊 加了干嘛 我发现干嘛 你加十个有点太痛快 我再减十个 是不是又回来了 当然你用decreate吧 是不是也一样啊 我就不验识了 这东西是不是很简单啊 你觉得它用在哪个场景最好 比如说我们说在线客服啊 那个什么在线人数啊 流量统计啊 这些地方是不是都用它都挺好啊 是不是倒倒倒倒 直接来就加了 可以吗 OK啊 那这就是我们讲的自在和自解